公孙策住到上方屋啊 这殿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 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 公孙策不高兴了 这文人也有脾气 公孙策说 刚才我想住配房 你让我住上房 现在我住了上房了 你又让我住配房 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 殿小二说 可言 当然您说了算呢 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 外边呢 你看来了那么失了位 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 我想呢 您要是宽容一下呢 您住的配房呢 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 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 就是委屈您了 公孙策说 为什么要委屈我呢 他们人多势众 我人单势孤 他们钱多 我钱少 他们势力大 你看我势力小 哎 可言 不是这意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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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 那个 我再跟他们姐妹说 花刚说到这 外边进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面色红韵 身体健壮 这个人进来 哎 这位先生 您不用搬了 刚才我在外边听您了 听您说 您是早一步住在这来的 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当啊 您既然是先住下了 那我们就再不能免您走 您就祝您的 我说 这样 你不有这配房吗 我们这两间上房住下了 剩下人不够 住的那边配房 怎么样 我们这四个人住这上房 剩下的那六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哎 好好好 要这么说 那可就解决了 好了好了 就怎么样 话说完了之后 殿小二出去就安排了 公孙策心想 这几个人该行 别看高门亮伞 长的那个样子 看着身体魁梧 有点野性 但是办事还挺讲人意 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 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 这位先生 您是干什么呢 公孙策说 我是看病的 哦 您是看病的 您都治什么病 疑难杂症 祖传秘方 什么病都治 哦 还真不容易 能在这店房里头 碰上您这么意外 咱这也是缘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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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尤塔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黑脸的这位进了之后 瞧了瞧公孙策 哎 我说先生 您会看病 您会算卦吗 公孙策心想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啊 他问会算卦吗 说不定这几个人 来路不明啊 我会算卦 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 来路 所以他赢了这么一句 这黑脸的就说 先生 您要会算卦 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公孙策说 您说 您要算什么 算什么 跟您讲 我们这个几个 想上开封府 哦 上开封府 对 到开封府啊 我们想到那某个差事 您给我们算算 我们那个差事 某的成 某不成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几位 您要想上开封府 某个差事 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 怎么说呢 跟您讲啊 我就是开封府的 啊 这黑脸的一听 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你就是开封府的 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 又是治病的吗 你到底是干什么呢 公孙策说 实不相瞒 二位 我是开封府的书办 福姓公孙单字名策 我是伺候包的人的 我这身打扮 我装扮成了算命的 和看病的 是因为有公事 我到民间去查访 在这里和几位 邂逅相遇啊 哦 这么回事啊 那好啊 走走走 这回算碰上贵人了 甭甭怎么说呀 那明天 我们得跟着您 上开封府 我跟你说 开封府那包的人啊 我们过去见过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 我们救过他的命啊 哦 几位尊姓大名啊 这红脸的说了 我们这几个人 实不相瞒 把底细都交给您 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 当着真人 我们就不说假话了 我叫王朝 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 还有个张龙 他叫赵虎 这是我们的四爷 我们哥四个 是屠龙岗上 战山威王的强盗 啊 公孙策一听强盗 当时眼睛一立了 害怕了吗 啊 跟您讲 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 我们曾经把包大人 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 接到山上之后 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 叫展昭 使我们之间 相识相认 成了有交情的人了 当初啊 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 说将来 一旦他要官府冤职 让我们哥四个 投靠于他 现在我们听说了 包大人 做了开封府眼了 我们哥四个 特意到这儿来 投奔他来了 就是不知道包大人 能不能收留我们 公孙策说 包大人 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 而且 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 几位豪杰到的那里 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 赵胡在旁边就说了 哎 我说先生 我们不担心别的 就担心哪 我们这哥几个出身不好 我们是盗贼呀 包大人当年说的好 那 他是老百姓啊 现在他一成了官了 会不会改付位呀 哎 我们是盗贼 到开封府里边张拆 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 公孙策说 盗贼 分怎么说呀 古人有云 窃高者为盗 窃国者为诸侯啊 什么意思 照虎没听明白 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 公孙策说 古人说呀 窃高者 高 古人的农具 镰刀 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 说这就叫贼 但是呢 窃国者 有的人是盗国 他成了诸侯 盘踞一方了 其实要论 罪过 这诸侯 比那个 窃高者 罪还大呢 你们呢 你们战山 没亡 肯定是没做 更多的坏事呀 你们很大 情况下 是被逼无奈呀 包大人当初 对你们 有那一份许诺 我认为 包大人 对你们 看的是准的 所以 怎么叫盗贼呢 赵胡一听 嘿嘿 你说这话 有道理 古人有缘 什么叫古人 哎 据我所知啊 这个话 可能是庄子说的 庄子 庄子 这小子在哪住 您告诉我 我有机会 我会会他 公孙子就乐了 这庄子啊 他是周朝的人 您现在会不着 他早死了 啊 早死了 早死了 那就算了 不过他那话 说的有道理 哎 我说先生 咱这么着吧 今天晚上 咱们聚集一块 再次相识 这是缘分 咱们吃点麻 喝点麻 怎么样 您不嫌弃吧 您既然是书办 从您这 您对我们哥几个 现在认识认识 好吧 今天晚上 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 哈 这王朝马 和张龙赵虎 四个人 马上吩咐 店小孩 给要了一桌酒席 另外那六个呢 是他们在屠龙岗上 最亲信的六名楼楼兵 大多数的楼楼 他们都已经遣散了 这哥四个 是真心实意的 来投奔开放府来的 那哥六个 在旁边摆一桌 这四位 跟公孙策 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 当天晚上 共进晚餐 晚餐吃个饭料之后 他们在这 睡宿觉 明天够奔开放府 公孙策说 其实啊 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 因为走着路 路不熟 我走错了路了 才到在这个榆林镇 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 碰见您几位了 赵虎一听 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放府 对啊 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 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 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 要不然干脆 咱把电饭账结了 咱连夜给我们开放府怎么样 天亮能走到吗 公孙策说 要是天亮 差不多也能走到 您认识到吗 公孙策说我认识啊 从这往前走 我就明白了 好 公孙策先生 咱连夜就行进 哎 天晓二 算账 天晓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诀 刚住去就算账 马上天晓二过来 一问 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 吃喝完了 我们连夜赶路 天晓二说好吧 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 账给结完了之后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楼楼兵 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旁 继续往前赶路 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 天就已经黑下来了 刚刚他吃完了酒席 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 你像王马张兆这四位 那都是海量 这酒还没少喝 公孙策呢 也喝了点酒 但是呢 他没有什么量 往前走 走了一段路啊 就口渴了 尤其这赵虎赵四爷 那急性的脾气 哎 我说几位 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 啊 这这这这太渴了 咱应该在那喝足了水 然后再上路 你跟那水也没喝 光喝了酒 现在渴上来了 这到时候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也没个人音 这这这怎么办 这个 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 老四了 你给我稳当点 稳当是稳当啊 他渴得要命啊 哎 瞧见没 远处有一个庙 咱在那庙里边问问 凡数有庙 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 只要是住着有人 出家人 行善为本 要点水喝 那还是可以的 好了 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 倒在这里呢 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 这公孙策啊 走到了庙门窃进 抬头望上一看 因为庙门上门横着一个扁 这个扁上写着三个大字 铁仙冠 这叫冠 里边住的是老道 铁仙冠 这个字写的非常好 底下有落款 公孙策是文人 一个那个字写的很漂亮 他想仔细的看看那个落款是谁 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冠呢 嘴里边就叨念 哎呀 这个字写的好啊 瞅这个样子 好像鱼是难写的 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 要不就是储随良 嗯 这罐字有点储随良的笔风 你看这位门人 他瞅着这个扁 在这研究书法 后边这思维哪受了啊 赵湖瞅着 哎我说公孙先生 你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 啊 咱们的这扁是你朋友写的 你认识 公孙策说 呃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在看呐 这个扁是谁写的 赵虎之德 你往旁边闪闪 我先叫门 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 咱要点水喝 咱好赶路 赵虎这么一扒了 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 这门 这门里边插着呢 可是这个门咕隆 插着呢 刚那么一响 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 尤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 传来一种声音 夜镜更深 他听得非常清楚 救命啊 救命啊 赵虎也听见了 赵虎一听 哎 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 公孙策说是啊 这是个什么罐呢 老道在干什么 赵虎说 这肯定 里边要有事 咱们赶上了 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 公孙策说就是啊 王朝说了 你们几个人 先退到路边 树林里边等着 人太多了 这门他都不敢开了 就我们四个 加上公孙先生 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 别的不提 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 去探看探看 肯定有事 那六个喽喽 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 这几位接着敲门 赵虎使劲排门 棒棒棒 棒棒棒棒棒棒棒 开门啊 开门 走上了 敲了老半天的门 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 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 那个声音已经没有了 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 有人就问 谁啊 走道的 跟您说 口渴了 想找您要壶茶喝 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 哎 没茶水 白水也行 喝白水也给钱 你不要钱吗 啊 你们出家人人 不是心好心善吗 我们走道这渴了 要点水喝还不行吗 稍等 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 快点 好 你要再不开门的话 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 赵虎一说这个话 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 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 等着 咕咕咕咕咕咕咕 嗯 庙门开了 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 年纪在二十来岁 小老道上下打听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 您几位是从哪来 我们从云林寨 要上东京便聊 走到这 口渴了 你是深情半夜的也没有人家 想要杯白水喝 请进来吧 我师父正在贺轩 等候着几位 哎 好 赵虎 公孙策 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 这王朝 滴滴的声音 跟公孙策就讲 公孙先生 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 您就跟他好好的谈老 您把他稳住 我们哥几个 抽空上后院瞧瞧 查看查看 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 公孙策说 我明白 好 他们这个话都是滴滴的声音说的 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 进入贺轩 一看贺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 这个老道 一步连不胡须 头上带着道观 两道浓眉 一双金鱼眼 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 那个眼珠子往外挪挪着 也不知道是假装现抗禁哪 还是天生就这模样 啪啪鼻子 大嘴颤 一瞅这老道 犹如凶神恶煞一样 这哥几个进来 可是没带着兵器 为什么呢 这一路上行走啊 都带着兵器 怕引人注意 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楼楼兵身上带着的 这哥四个 本来都是武术大家 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 所以今天走进的庙里边 他们都是赤手空拳 到贺星里边 那个老道站起来 面带微笑 几位 远路而来吗 公村测说 是啊 我们是从榆林镇来 榆林镇的 那不算远哪 请坐请坐请坐 他们都坐下 坐下之后呢 接着他就纷纷那个小老道 倒水倒水 小老道滴了一大壶来了 还真是白水 没有茶 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 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 四爷赵虎 拿过碗来 咕咕咕 一银那尽 哎 麻烦您再来一碗 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 赵虎 把这第二碗端起来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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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喝了 这公孙策呢 这公孙策呢 就跟这个老道啊 搭个 找话题 道长 请问 您是哪儿的人呢 我呀 我不这儿的人 我是陕西人 哦 道长 俗家尊姓大名 我叫肖啊 我就肖道治 哦 看到长这个样子 肯定是精通武艺啊 哈哈哈哈 什么精通武艺 略小一二吧 就那么回事吧 这话说到这儿啊 赵虎就站起来 你瞧见没有 我那人呢 就是直肠子 上边吃 下边就拉 上边喝 下边就尿 我这来尿了 我那上后边找个地方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 转身往外就走 赵虎这么一走呢 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哎 我也跟你一块 这屋里边就剩王朝满汉 和这位公孙策了 张龙赵虎两个人 又到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就往后院溜达 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 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 两人走到后院 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 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 这钟呢 足可以扣住一个人 这钟在院当家放着 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 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 走近了就听明白了 嗯 棒棒 还有人撞这钟 张龙和赵虎两人一视眼色 瞧见没有 这毛病就在这里呢 来吧 咱把这钟给他掀开 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 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 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的钟 发现这钟里头 靠着一个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